天生我才必有用 俗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历史知名天才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 每个人都是天才 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来断定一条鱼 那这条鱼的一生可能都会认为自己四个蠢蛋 同样的聪明的您会让大象爬树来断定他的能力吗 嘿嘿我想您一定不会 那这个比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试问您的孩子是鱼吗 是猴子还是大象呢 目前的教育制度对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完全通用吗 考试制度会不会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爬树呢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难道是天生我才必会考试吗 亲爱的乡亲啊 一定要想清楚啊 学习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没错 但场域一定是学校嘛 你有听过火到老血到老吗 学校的学习仅仅是其中一种 只用学校的学习来评估我们的孩子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你知道吗 教育部2016年T.E.P.S.的调查中发现 有将近五成的就业者认为在学校所学的 无法学以致用 知名求职网站的调查也发现 105年的七年级就业新鲜人 有七成的觉得学非所用 此外 现在许多新兴产业可是学校学不到的呢 哦 啊你这么说小孩不就不需要去上学了吗 喂 客观且慢 请大家别误会了 当然不是不用去上学 学校的课业是培养我们基础能力及品格 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 如果只重视课业 那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八股了呢 嗯 那这样到底应该怎样比较好呢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用心去观察 沟通一下 孩子对于什么有兴趣 除了课业的表现外 有什么特殊的常才 当然 偷拐抢骗 烧杀掳掠 绝对是不行啊 但也不是只有要求孩子 读书 读书 考台大 甚至批评孩子 做这个没用 做那个会饿死 哎哟 你也不知道啊 说不定您的孩子就是下一个 FB创办人 马克扎克波格啊 找到亮点 孩子自然有自信 过得也更快乐 今天我们不是要探讨教育的问题 而是希望提醒身为父母 长辈的我们 换一个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 支持我们的下一代 发现自己的热情 找到孩子的天赋 让孩子天生活才必有用吧